陕西西安一个隔离病房的检验师 接种了两剂新冠疫苗后仍然确诊 国家疾控中心说会调查原因 强调外国都有同类的情况 陕西西安一间医院隔离病房的一个检验师 上星期四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内地31日没有本土病例记录断纜 官方传媒报道 这个检验师确诊前已经接种了两剂国产新冠疫苗 在国务院联防联控记者会上 国家疾控中心专家指出 疫苗保护大多数人尤其是可以预防重症 但对于个别人士有保护失败的情况 北京科兴公司高层代表也有出席记者会 说科兴疫苗克尔来福全球接种超过7000万剂 而根据全球接种情况 发现60岁或以上长者接种后不良反应发生率高低 全国累计接种近7500万剂新冠疫苗 国家卫健委说接种率仍然较低 来较高的人群免疫水平还有很大距离 呼吁公众尽早接种 无线电视记者吴维恩报道